剪護師 現在為大家做一個基礎的禪修知識指導 那什麼是禪修?禪修就是訓練我們的心 一個是能夠專注,一個是能夠清楚明白 專注專一,心就能產生力量,心就能達到極靜,平靜 那清楚明白,就能夠看破事情的假象,看到事情的真相 所以透過專一跟親民就能夠比心見性 所以這是禪坐的訓練 那禪坐的基本姿勢是這樣 我們如果腿可以盤起來是最好 盤起來有所謂的雙加伏,也就是雙盤 一隻腳放在另外一隻腿上 第二隻腳放在第一隻腿上 左腳再上或者右腳再上都可以的 如果沒有辦法,雙加伏就單加伏 一隻腳再上,一隻腳再下 或者是雙腿交叉而做 或者甚至坐在鼻子上,雙腿平放在地上 這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身體要盡量保持端正 但是不要緊繃,也不要太鬆散 要端正 雙手截金剛拳硬 就是右手握拳 把兩個拇指握在拳中 然後左手四指包著 右手的拳頭不緊不鬆 放在靠近小腹的地方 把它休息在腿上 肩膀呢,可以往後推一下 如果肩膀向前 往前垂的話呢 就容易折駝背 肩膀往後推 我們頭是端正的 那下巴稍微往內收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這頭呢 如果是太向左太向右 太向前太向後 其實你的頸椎都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可以調一調 這頭正好在中間的時候 就是最適當的時候 眼睛可以閉上 可以睜開 閉上比較容易專心 但是也比較容易昏沉 那如果眼睛張開的話 就雙眼下垂 不要看外面的風景 雙眼下垂 比較容易保持清醒 這兩者都可以 還有我們靜坐的時候 舌尖就自然的頂著上顎 也就是上一排牙齒後方的地方 如果有口水 就安靜的把它吞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再去在意它 我們剛剛是調聲 接下來是調息 呼吸有幾個原則 一個是要安靜不要出聲音 一個是要順暢 一個是要輕緩 我們要用鼻子呼吸 不要用嘴巴呼吸 所以我們每次打坐的時候 呼吸幾次 這心自然就靜下來了 那呼吸最好是能夠 深呼吸 這吸氣一直到腹部 然後呼氣的時候 這氣再從下方 透過肺 從鼻孔再出來 如果覺得這樣子 不習慣有點困難 用胸腔來呼吸 也是可以的 第三就是要調心 心就是要專一 專一在什麼地方呢 那就看我們所修的法門是什麼 禪修有很多種的法門 最基本的就是關呼吸 把注意力集中在鼻尖 先去觀察 了知 覺知 這呼吸的靜靜 出去 所以吸氣的時候 心中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正在吸氣 呼氣的時候 心中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正在呼氣 一吸一呼 一吸一呼 心念是專注沒有間断沒有雜念的 如果起了雜念 想到過去未來的事情 就把心再收回來 重新專注的關呼吸 另外呢 全身絕躁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師傅另外有視頻 教大家如何修全身絕躁 這就是一個基礎的禪修知識介紹 請多聞一下 請多聞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